主席我們有請我們高部長答詢 請高部長 部長早 我想國人都很關心空軍在五天內調了兩架飛機 以前我們是唱造飛機 現在是面對摔飛機 那現在是不是國防部的整個飛安的調查報告已經進行到什麼程度 因為正在進行 最重要的是我們還要打撈定這個黑盒子的位置 因為基本上我們這一次我們三位飛行員都能夠平安的跳傘 所以對我們耳後調查它的真相比較有幫助 所以我們發生這種事情都非常的痛心 對 對這個事情我們會嚴格的去檢討原因 會把這個最後的噪音的分析會向大家做一個報告 不過這個目前我們正在執行當中 是F-16的黑盒子有打撈到幻象還沒有 都還沒有打撈 都還沒有打撈 定位定到了 F-16是定位到 那幻象是定位都還沒有 找到 兩個都定到了 都定到了 一個都在這個 有的在這個兩三百公尺以下 400公尺 一個在90的比較 換相機的比較淺 比較容易做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這個 立刻去執行打撈的工作 就是計畫 多快的時間內 要打撈完成 然後要來就是 對這個比較完整的 非安調查報告 能夠來做完 真正的完成任何一個 空安事情的發生啊 我們這個調查 絕對不會毀積技術啊 我們這個調查小組 除了我們自己以外 我們會請這個 學界或者是這個 民航局相關的專家 有沒有一個目標時間 就是說你們希望比較集中在 我想黑盒子已經定位到了嘛 這個最關鍵的嘛 全世界任何一個非安的調查時間 都不能夠預期在用短時間內 過去的例子 最少要半年 最少要半年 那部長講的比我預期的還更短啊 我本來是想 一年 對啦 那我就努力啦 我覺得在半年內 因為這一次因為飛行員 這個安全嘛 然後黑盒子已經定位到 我想是希望半年內啊 能夠把這個事情整個都釐清 因為 當然因為F-16跟幻象也涉及到 我們跟美國法國這些原廠 有沒有通報 或有沒有也採取調查的行動啊 在這方面 據帶都有參與 有通報的嘛 有有都有通報 那他們的角色是什麼 有的部分像這個 這個幻象機的部分啊 他的這個技術代表已經在 在我們基地裡面啊 在技術協助方面 立刻可以來協助我們來做 那法國就是 這是幻象 幻象機 那麼關於F-16的部分呢 我們也會透過這個軍售的管道 提供他們的專業的支援 好 那個部長其實從國安的角度啊 除了這個戰機啊 私事的層次 這個也凸顯我們 其實在國軍齁 在整個建軍上面 尤其是要維持空優 我們其實遇到一個 買不到新的飛機齁 然後舊的飛機又持續出問題 包括他很多齁 我想這個年限有些也出現到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況齁 就涉及到你們很多建案 那我來看就是說這個 這一次啦齁 你看F-16 就是我如果上次質詢 你們的回答是因為發動機 齁 就是連續要熄火啊 要再發動三次啊 都沒有辦法啟動 這個是 這樣一個機械性的問題齁 我是覺得是蠻嚴重的啦齁 那 現在幻象的情況 又說是資訊 整個電子的系統有失靈 齁 那 你們初步的調查 初步的一個分析是這個方向嘛對不對 是 那就是說發動機齁 如果出問題齁 那我就 記得F-16 我們AB的升級案齁齁 好像沒有包括發動機耶 沒有 因為發動機的飛行的時數並不是很長 所以我們 就考慮 剛才有別的委員 這個 特別提到齁 就是說我們 當初的這個IDF啊 它是雙發動機 所以我們將來考慮到耳後的這個新型飛機的這個機型啊 如果是有這樣的一個雙發動機的話 嗯 對我們的飛行人員也是多一層保障 所以這個是 所以將來未來的產業的方向 必須考慮到我們這個安全上的問題 對 像 所以當初設計IDF當初的量比較大 到後來因為受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鳳凰案跟這個飛龍案的影響 嗯 這個 生產的數量減少了 好 實際上這個部分就是我們這一次經驗教訓 對耳後的採購 必須要有新的思維 對啦 就是說除了 就是 要往前看的話 就是發動機的問題 因為真的是很不尋常喔 就是說如果 就發行員講 會覺得他這個齁 啟動了三次都沒有辦法點火 那另外你來看齁 就是說換向這個老化 那你們有延售或升級的計畫嗎 還是就讓換向 隨著時間 然後就淘汰掉 我想這個部分 任何一架飛機都希望考慮它的售期管理喔 嗯 那麼 基本上它 到了某一個售期之後 做延售的是有它的必要性 有沒有建案在次 現在還沒有到那個 還沒有到那個規劃的時間點 那你的 你的 看法咧 或你的 我請空軍 現在已經也十五六七年了嘛對不對 還沒有那麼多 換向兩千的 還沒有 目前 包委員 我是空軍參謀長 是 目前我們F16已經在升級 我知道 對 那換向咧 那個 IDF也在升級 我知道 那 基本上 在需求性上面 會稍微弱一點 但是我們也在考量 所以你們不太考慮換向做延售或其他的 在考量 隨著時間 在考量 但是在F16升級和IDF升級以後 我們在接續的考量 接續的考量就是說 其實真的要積極的 就我剛剛講的 就親王不接啊 真的是很擔心我們的空憂 然後 我們在 兩型戰機升級以後 戰力會提升 對 但是還是沒辦法處理 我原來建議我們會考慮 這個因為 必須要有個階段性 對 如果這 不同的機種啊 我們會這個輪帶式的去提升它 好 這個部長我再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飛行員 平均每月的飛行時速下限是多少 最低 一類人員是15小時 主要看它的飛行的這個類別 我講下限 至少 第一類最少要15小時 好 就空軍部隊飛行訓練的一些規定嘛 是 現在就是說這個數字喔 相對於對岸 國防部資報像比如解放軍千十啊 J10這個或蘇凱30 SU30的這個飛行 你知道他們一個月飛行時速是多少 他們現在大概是12小時 我想我們的基本資料 好像比他略多一點點 我們比他略多嗎 略多一點點 我們空軍參謀長 是 你有詳細的資料嗎 因為你這個 我們會後提供委員參考好不好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機密啊 我們15小時還比他們多就對了 這個 對我們15小時比他們略多 他剛才告訴我的這個數據 詳細的我想會提供你書面資料好不好 好 因為15小時都在是 就是minima 這太少了啦 好 比起這個真的 那個 最後再一個問題喔 就是 半分鐘喔 部長 因為這個我們 記者件出去當然 國人都很關注啦 但是我們外交部長也講說 這不是軍演 正在國防部的立場 這是什麼 這是護瑜 好 主要是我們 配合這個海軍署 擔任護瑜的工作 我們支援海軍署 是這樣子 我要問這個就是說 美國有沒有傳達一些訊息 希望我們還是要有一些 就是對軍事演習這個部分不是輕易 能夠講跟做的 沒有 我沒有接到任何的訊息 也就是說我們還是可以 就是如果真的情況必要的時候 我們要在這個海域做軍事演習 也還是操支在我們 是 好的 謝謝 謝謝 謝謝